我叫冯玉琼 刚满了22岁 梁河县人 大学毕业后 同龄人去外地打工 或者是考家乡的公务员 但是我心里面想上山 给学生上美术课 这些小孩是我去山区的时候 我印象比较深的小孩的脸 他们的笑非常的甜 我就把他们画出来了 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知道了 水菜颜料是什么 老师你看他吃的这么大盆 为什么你吃那么大一盆呢 也许不对 看着他们一双双眼睛的时候 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一种渴望 条件真的很苦 交通也不方便 山里面是留不住教室的 留在上面的都是被分配上去的 美术教室音乐教室没有专门的老师 如果不是我去上课 那个教室是缩菜 第一次去其实很紧张 想过很多很多种课堂的可能 结果很神奇 整个班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 就是冲而飞 绘画应该是让孩子眼睛里面都发着光 又做不完的梦 想要描绘 这几幅 树叶的 是带孩子做的一个课程 就是印树叶 我需要他们解放天心 获得自由 很喜欢画画 但是长辈或是家里面的人 都一直认为画画是没有办法 让我养活自己的 小学的时候一直生病 没有留过长发 都是剃光 高二上学期出了一些事故 我当时是在医院 昏迷了一段时间 无法交流 没有办法开口 因为这个原因 还是蛮自闭的 绘画还有自然 就是治愈我最大的原因 所以改变这一切的 就是一个奇迹 加入先生书院 做一个志愿老师 我在书院第一次创作的花 被拿去了法国的一个小镇 做展览 神奇的是我来到这个院子 我开始拿起画笔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灵感来了 这个环境告诉我的事 你不用怕 你自己画就可以了 把种子 把种子埋在离未来最近的地方 每一个孩子的心中 不可能它立刻就会开花结果的 但有一天可能是要等到我老的时候 它才会遍地开花 如果撒一颗不行 那就去打千万颗吧 这边墙跨的这个门 是一道时空穿越之门 希望带领孩子们穿越进去 You are my sunshine 这些孩子是我的眼光 鼓励我做这件事情的勇气 Make me happy When sky are green You never know the How much I love you So pray don't take Some drive away